他這個比較少 錢的比較少 龍山四點燈大作戰 有人鎖定限量款 兩萬組的鑰匙燈 大廠拿三分之一掉 然後那麼大刀 十幾天都沒有喝東西 就後來出院還滿順利 去年得到怪病 撿回一命 大姐覺得有點燈有保佑 今年一定要強盜 民眾把椅子綁好卡位 龍山四二十萬盞燈 每年都造就遺海奇觀 十一號排隊的數量 就已經超過號碼牌的 發放數目 所以在門外等待的民眾 只能期待第二次的點燈機會 只好每天早晚過來顧 因為現在他就是還有地方 大概還有三分之一的地方 他也不讓我們把椅子移進去 農曆年前全台灣搶點燈 入港天后宮還有人砸五十萬 點一盞財運亨通斗手燈 我不會連三杯 然後如果三杯都殞落 媽祖殞落他的話 他就來年的話 我們就為他安封這一顆抖手 當天的話就有三位信眾來求 有錢還得有緣才點得到 今年的幸運兒 是彰化三十多歲營建業老闆 一般光明燈相對平價 包括大甲鎮藍宮六百塊 北港朝天宮一千元 鳳山天宮廟三百元 過年民眾點燈祈福求新安 但最重要的還是新城澤林 這有流量和專業成的特別報導 是